好 除了打的劑量之外 其实打的间隔时间也非常的重要 指挥中心开放民众打完两剂疫苗 间隔五个月之后可以打第三剂的追加针 不过这个第三剂到底要间隔多久打才会最有效呢 一届则是有不同的建议 有专家认为了 现在规定间隔五个月再打一定会有漏洞 接种间隔其实只是一个建议 时间不用抓得这么死 但是ACIP的专家则一致认为 台湾目前本土还没有爆发疫情 所以现在太早打第三剂也没有好处 不过如果是免疫不全 或者是免疫低下等八大类族群 再打完两剂基础剂之后 因为保护力不及一般人 必须要在28天之后先打加强剂 才能够达到基础保护的效果 至于是否要再打第四剂的追加剂呢 则是半年之后再讨论 18期疫苗接种进入最后倒数 所以造成民众会有点混淆 最简单办法是任何一个人去都可以打 比如说我们现在规定 随便什么时候打都可以 那很多人会问 我打第二剂25天 现在可以打第三剂吗 我30天可以吗 如果不采用五个月的间隔 你也是要定一个间隔 第三剂间隔到底怎么定 医食各有想法 炮火也没少 在国际上像是英国 因为考量到大部分民众 都是打保护力比较差的AZ疫苗 加上又有变种病毒威胁 才会把第三剂间隔缩短成三个月 而五国ACIP专家则是认为 台湾没有本土疫情太早打也没好处 因此一般民众只要打过两剂基础剂 间隔五个月再打追加剂 防止保护力消退就好 但如果是有器官移植 免疫不全或低下等八类族群 除了原本的两剂基础剂之外 28天之后还要再补一剂基础加强剂 但是不是要在五个月之后 跟一般民众一样再打追加剂 还有待讨论 第三剂的话 你要选择哪一个都可以 是不是要打第四剂 半年以后考虑的事情 有专家分析 现在英美疫情严峻 加上入境返商回国的人数越来越多 这个礼拜就是免疫力比较弱的特殊族群 接种第三剂的关键期 国外有数据显示 感染OMER狂的早期症状 不少人都是咳嗽 因此口罩绝对要戴好 才能更小心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就应返托斗